就有些公司经常会说 我招不到优秀的人才 我说什么叫招不到优秀的人才 最基本的一点 优秀吸引优秀 你问问自己 你自己身上发光吗 你自己身上都不发光的时候 连你的影子都会背叛你 就连你自己公司的人都会背叛你 你还说去吸引优秀的人才 你连优秀的人才都留不住 你还怎么去吸引外面的人 其实对于候选人来讲 他在选择一份职业的时候 他其实也是在选你公司 还有一个很重要是选老板 如果你自己竟然吊喃喃的 一个职业话都没有 说话嘛逻辑混乱 一会儿问这个 一会儿问那个 没有之间看不出有什么逻辑性 甚至同样的话 又换了个问题来问一遍 你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自己这个水平 这个认知水平就在这里 你的言谈举止 样样都给别人一种感觉 就是很low 很不职业 很缺乏体系 明显就是不专业的 你怎么样去吸引优秀的人才 所以你这种情况的话 你自然是招不到优秀的人才的 就是这样优秀吸引优秀 所以不要老是埋怨人才进不来 我们老板一个时候 我们的企业的管理者 一说招不到人才 怎么说嘛 我们是小公司 我们是尿太小 我们吸引不了优秀的人才 我们开不了更高的薪水 你看看 问题一产生 都是客观原因导致的 你怎么不问一下你自己 我到底应该提升我自己什么 才能够吸引优秀的人进来 从来不思考 所以失败的人都是找客观原因 都是找外在的因素 而真正成功的人都是向内求的 都是找自己的因素 成功人会觉得 你看如果我自己已经提高 但这个优秀的人 我怎么样我都吸引不进来 我要自己怎么做 我才能够吸引 类似这样优秀的人进来 他会着眼于去提升 去找方法 然后失败的人会什么 这样的优秀的人进不来 那我就退而求其次吧 我就找差一点的人进来 他不知道自己的问题 那好了你普通的人 你平庸的人招得越来越多 你最后就劣币驱逐两币 即使你偶偶有撞上 那么一两个优秀的人进来 最后也是留不住的 因为一看放眼望去 天哪全是诸鲁 我一个正常身高的人 都显得自己是个不正常的人 叫鹤立鸡群 鹤立鸡群的结果 不是鸡难受 而是那只鹤一定很难受 鸡是很舒服的 因为大部分都是鸡 所以鹤为了让自己舒服 就两种方式 第一要么让自己变成一只鸡 它就能够融入了 要么就是离开这个鸡群 去找它的鹤群 但是不管是哪种结果 你的公司不会 小红书